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宝在泰国旅行时不信影响交通意外 可辞异象 跟他一起旅行跟四位团友来到临堂之际 奉上阿宝的男友嘉明 他们记得旅途上阿宝曾跟嘉明在电话中争讨更厉此要挟 但嘉明还是无动于衷 此人更怀疑阿宝可能怀孕了 九夜时间告一段落 团友之一的虾头邀请嘉明一起晚饭 当大家吃火锅的时候 嘉明却坚持不奇怪 只是看着虾头他们吃 并一直询问阿宝死后有没有留下什么遗物 特别是一个包包 大家说了一些从阿宝那里听到的有关他和嘉明的故事 但嘉明一直关心地询问包包的下落 让这般朋友很生气 原来嘉明是有妇之夫 阿宝是第三者 他们联手害死了嘉明的有钱老婆 并取走了老婆的钱 装进了包包里 但随着阿宝的死 包包里的钱也不见了 嘉明以为这帮人真是阿宝好朋友 也许知道些什么 他答应和他们吃饭 以便见问不出想要的答案 一把利刀从嘉明手上直刺向瞎头 其他人已陆续倒下 原来嘉明在火锅里下了毒 但嘉明万万没想到 烟魂已经找上门来了 原来自然与阿宝一起被杀害 变成鬼魂只为复仇 自然将嘉明带到一处本地 嘉明逃上了一辆巴士 巴士上发现自然鬼魂 而此时阿宝也早已等候在车外 好了 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Q说说自己的这部电影的看法吧 小Q认为这部电影 虽然有两个故事 但风格完全不同 第一个惊悚点 第二个搞笑点 但是都很不错 同时比较欣慰的是 小Q我找到了港式鬼片的感觉 所以绝着就像一副 制作经典画面 亮丽的90年代香港鬼片 最后谢谢大家观看 本期的每天一部好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